唯一能够起降的北跑道 一架又一架飞机正在排队 等待起飞 天上还有飞机被要求维持空中盘旋 等待塔台调度跑道才能降落 淘机南跑道3日到5日 一连3天封闭 进行碎修工程 施工区域16处 全长约1800公尺 还有部分滑行道以及灯光设施 也要处理 结果疑似事前准备不足 封闭跑道第一天 淘机698架次塞爆台湾天空 还有飞机转将高雄小港 以及台北松山机场 四个区域总长 大概是1600公尺左右的 这个粒青稳定土的铺面 都已经完成 在两次动动之前来完成 进机干工提前16个小时 完成碎修 淘机公司也强调 10天前2月21号 就发布飞航公告 但确实没想到 会造成这么严重冲击 经过统计3月3号 698架次航班 准点航班53% 延误两小时以上的 大约占了10% 周一总量647架次 强化流量管制后 准点率提高到59% 早上报告我们有12班 本区的转向的航班 那今天没有这样的一个 航班转向的情形 昨天有两小时以上的情形 那今天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南跑道在2015年 也曾经封闭进行碎修 当时班机平均延误50分钟 还在可接受范围 而最近一次跑道例行保养 则是在2022年 遇到疫情 航班运量尚未恢复 因此平安度过 下半年北跑道也将进行碎修 天空栽机状况该不会又重演 一次的话大概有一些 可能是比我们原来预期 会有出入比较大的 就是我们看到昨天航班 仍然有比较高 所以这个部分是 我们在整个处置上面 我们会再有进一步监讨 意料之外的大塞机 凸显的其实是逃机设备 还有应变措施 在国际上已经落在人后 继续报道